《余安安》和《爆起症》 這天就一起出席活動 提到藍杰英日前不幸逝世 身為演藝人協會秘書長的余安安 也盡力聯繫藍杰英的家人 全力協助辦理藍杰英的身後市 我們演藝人協會一定會盡力協助她的身後市 當然我們也要尊重她的家人的意願 看看她是想低調處理還是需要我們的幫忙 我們都很開放地讓她聯絡我們 暫時我們都未聯絡到她的家人 但聯絡到她的朋友 她會把我們的聯絡電話轉答給她的家人 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會全力協助她 對於最近不少圈中名人都相繼離開 爆謝都覺得很傷感 是很不舒服 不單是社會上大家認識的朋友 我都會知道的朋友 而且在我真實的朋友裏面 都有很多都在今年是離開的 我會覺得 為甚麼呀 今年是甚麼年 為甚麼這麼奇怪 但其實生命是無常的 每一個離去總有一個上天安排的原因 但只要我們覺得 我們不枉此生 我們活得開心 我覺得就應該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